在台北,蔡英文宣誓就任台灣的第一位女總統 她就職演說,會推動經濟兩方面改革 兩項關係方面,蔡英文沒有提到九二共識 但獲尊重兩岸九二年會談的事實 先由在台灣的陳嘉欣講下受職典禮 和蔡英文講兩項關係 蔡英文穿著米白色西裝外套,黑色長褲 在司法院大法官勾勢之下就職 予遵遵守憲法、禁忠主義 之後接播總統的印信 再送社任的馬英九零康上康府 蔡英文在總統府裏面發表就職典禮說 在國界書局的兩項議題篇局裏面 她沒有提到九二共識的字眼 但是說尊重九二會談的事實 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警 求同誠意的政治思維 進行公共協商 達成了若干的共同認知主要求 有尊重這個事實 九二年之後 那是多年來雙方的交流、協商 所累積形成的現狀 南岸都應該共同真實 並且在這個既有的事實 與政治基礎上 實際追蹤港版關係的合併 有此發展 她說所謂的既有政治基礎 有幾個關鍵元素 除了來九月會談 從交付台灣的同課憲體制 台灣民主元收和普遍民意 新政府會依據中韓民國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及其他的相關條例 來處理兩岸事件 兩岸的兩個執政黨 應該要放下歷史包袱 展開良心對話 照顧兩岸人事件 九月會談 即使九月十月大陸海協會 和台灣海基會代表 在香港開會 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對一個中國的行為有神奇 海基會提出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 至於九二共識這個名字 就是2000年 由台灣時任何委會主委蘇喜提出 各方面一定要求 所有民生認九二共識 表彩民說兩岸關係 是建構今日和平的重要一環 台灣會做和平的堅定為民者 報知這次記者 陳佳欣在台北報導 蔡英文在演說中說 台灣面對不少困難 他與政府會領導改革 解決經濟和民營低伸的問題 亦會持續和公民社會合作 推動民主發展 再由陳佳欣在台灣報導 蔡英文在政績演說中 表明改革決心 人民選擇的新總統 新政府 所期待的就是四個制度 解決問題 由於臨時時時時刻 台灣的處境很困難 世界適合 國際需要執政者 應付反共的存在 他呼籲社會長年 勾根成天和海對立 他特別提到要為年輕人 打造一個暗撲的台灣 我們的年輕人處於第一心的世界 他們的人生重彩之餘 對於未來充滿了忠耐和長遠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 逼各幫所有的年輕人加分 但是我願意承諾 其實會立刻改變 對於過去發生多種展望事件 蔡英文說 政府會由自安教育等方面去解決 亦都會持續與公民社會合作 推動民主發展 而台灣經濟規格洞隆 會積極參與多邊經濟合作 華交方面也會掌守國平和利益維合的研究 對於中海和南海的問題 我們主張因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積極參與多邊和雙邊的經濟合作 我們正願望的展開 推動新台向政策 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 不夠容易 告別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 蔡英文有提到 近年COVID形勢轉變得快 譬如台灣不善用自己的實力和籌碼 積極參與COVID節目 不可能會被邊緣化 喪失未來的自主權 本線電視記者一齊交引在台北報導 蔡英文晚上在台北萬龍酒店出席首席賣宴 1,100多人參加 包括李登輝前總統 高雄市長陳菊等 蔡英文致辭的時候說 希望社會各界監督新政府 並且承諾落層改革 晚年的八道菜 包括台灣地道當季食材 由於蔡英文是客家人 都加入了客家傳統採職 北台辦批評蔡英文採取模糊態度 但有北京的學者認為 蔡英文語說中提及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是電視界的表現 是電視界表現 北台辦負責人望 台灣新領導人的演出入面 沒有明確承認九年共識 以及認同他的核心意下 沒有提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具體辦法 是一份沒有延遲的特段 而有大陸學者的話 蔡英文在演出入面 提及兩岸人民關係 越條例 將兩岸聯繫外灣地區 和大陸地區 提及的表現 兩岸聯繫是強烈 首先有兩區的 一個人 這個村民 這個村民 會在英國 大陸進去 和台北進去 人民、生民、交集 所以他把這兩岸聯繫 他就請問 有臺灣學者認為 蔡英文是否否認識 是否有文語口味 你就是想爭取更多的事 浪出來的話 就沒有 沒得浪 都沒有什麼 所以他當然留到最後 看能否換什麼好東西 也希望他就要阻擾他的南向特色 但是你這些人覺得 他有什麼事 絕對公司 他沒有想要接受 那你說一星期北京就跟他翻臉 你說啊 我心思要炸臺灣 他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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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人低身問題 是蔡英文上任總統之後 其中一個難題 為了發展經濟 蔡英文提出 加強和東南加國山經貿合作 但是有學者說發展經濟 難免涉及兩岸關係 群加坑在臺灣報導 你同樣是27歲的鍾廷為和尼佑光 新春貝典 你日南山菊齊方家 來一個歐綠色早餐 麻煩一下 他想知道這個有什麼交產嗎 我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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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個 這個資料很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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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150元新台幣 接合大概是35元港幣 為什麼兩夫妻都會覺得肉赤呢 原因是他們的人工慢慢緊 幾年前他們大學畢業之後 做全個行業 現在月有3萬到3萬2千元新台幣 大概是7千幾百千元港幣 多少錢才會當資金的 如果低了兩千來低了幾百元 不止他們覺得灰心 根據台灣盧偉會的數據 這裡大學畢業生平均的起身點 北征反電 由2000年大概是2萬9千元新台幣 接到去13年大概是2萬8千元 這裡有個流行術語叫做22K 意思是大學畢業生的起身點 只有2萬台幣 接合大概是5千元港幣 雖然近年當局的數據顯示 已經升到去2萬5台幣 不過不知人認為不算多 有學者就說 後生仔低伸問題之前兩個政府已經存在 除了因為大學生態多 和台灣產業轉型失敗也有關 財產業問題出生南向政策 計劃加強和東南亞經貿合作 但是學者認為兩岸關係 仍然會轟動台灣的經濟發展 大陸原來有13年的規劃 還有一帶一路這些東西 也會到東南亞去 所以台灣有一個關係可以順便 找個便車 看這個兩岸關係未來怎麼發展 如果兩個人發展不好的話 這個便車其實也蠻難打的 大陸會阻撓 經濟問題也是分不開的 根據台灣GVBS最新民調 四成四民眾對申請和主理兩岸關係 說不信心 說有信心的就有三成半 顯示仍然持觀望態度 保釋電視機仔陳嘉欣在台北部 報導